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9月21日中午11点 西安市的黄女士和丈夫张先生开车到机电市场买设备 到了目的地 丈夫下车去购物 黄女士就在驾驶室里等她 忽然觉得车后被撞了一下 黄女士通过汽车后视镜 看到车后有个骑摩托车的男人 黄女士开了车门 就说是她可能她腿受伤了 就一直摸 还摸了好几秒钟 因为机电市场门口人多车多 男子说自己不小心撞起车上来 黄女士到车尾看看 车子没有蹭坏 对方腿也没事 就让男子走了 黄女士转身回到驾驶室 这时她听到一个女人在喊她 一个脑大妈就在喊你的包被人提走了 我才一转过来一看 那个骑个电动车 后面就坐了一个人 就已经骑了有五十米眼了 黄女士这才发现 就在自己和男子交涉的单口 放在车后座的皮包被她的同伙偷了 黄女士发动机车开始追赶 我就追了一接 结果他们就走到巷子里就没追到了 然后下车给我老公打电话 然后赶快报警 张先生没想到才离开几分钟 妻子就出了事 皮包里的东西对他们夫妻两个意义非常 但是我也说实话 我也挺气愤的 因为第二天要用这证件嘛 我就说他们 我说你看现在怎么办 我们两个人的身份证 结婚证 护肤膊 准身证都有 第一天我们是去了医院 医院叫我们把这些证件全部都准备好 我就全放了包里 我想就这一个一天 放了包里应该都无所谓 被偷走的皮包里 除了5000元钱 还装着夫妻两个人所有的证件 而这些证件丢失 对黄女士一家人的梦想 是一个致命打击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黄女士的包被偷了 包里边有很多重要的证件 像什么身份证 户口本 结婚证 我们很奇怪 这么重要的证件 黄女士怎么就随身带着呢 还有黄女士说 如果这个包24小时找不回来 她的梦想就破灭了 那是个什么梦想呢 黄女士今年25岁 丈夫张先生27岁 婚后感情一直很好 黄女士曾经两次因为宫外孕 差点送了命 最后医生建议她们采用辅助生殖技术 三个月前 两人在医院申请做试管婴儿手术 经过检查和治疗 医生确定9月22日要为黄女士取卵 孕育过程即将开始 为了这一天黄女士已经打了一个月的针 她每天基本上打三针 一个是胳膊针 一个是屁股针 还有一个肚子 就每天三针吧 就打一个月 这一万很难受的 几个月的辛苦治疗 到了最后关头出了麻烦 因为证件在手术前一天被盗 接下来的手术前途莫测 报案之后 黄女士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 医生也说 才打完真好 你自己情绪不能看 那个情绪也影响暖炮的发育 或者是也许能导致暖炮都排了 当时都说了 我当时在盘手 我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都害怕 我受了那么多苦 结果暖炮就给排了 我说那就真的是麻烦了 黄女士夫妇俩都不是本地人 在西安做净水设备多年 好不容易涨够了错试管婴儿的几万元费用 试管婴儿是采用医疗手段 将精子卵子取出 在体外孕育成胚胎后 再移植回母体 以帮助不孕夫妇生育的一系列技术 因为做试管婴儿 涉及到法律伦理等诸多问题 医院要求患者 必须是合法未生育夫妇 为了防止代孕等违法情况发生 医院在每个阶段都审核严密 尤其是证明夫妻关系的证件 所以黄女士才将那么多证件随身携带 那是我们刚建党的时候 那个交过一份这个党案 后面是你取缆的时候还得审核 就是把这些原件给拿过去审核一遍 因为当时照照片 他人看的不对嘛 头三个月黄女士的治疗基本顺利 体检 调养身体 注射激素类药物来促进排卵 三年两天就随时就可能排卵 你就必须不能活动 而且肚子胀得大嘛 就跟怀孕三四个月一样肚子胀得大 黄女士说 事发的9月21日上午 医生再三提醒 如果错过了22号这天取卵日 前面三个月的复出将前功尽弃 取卵手术最佳时间是中午12点前 偏偏距离手术不到一天时间了 证件全部丢失了 没有这些证件 医院还能给他们手术吗 一直想着要是证件找不出来 医院要是真的不给你做货什么的话 我当时我都快崩溃了 不但小黄夫妇着急 警方也替他们捏把汗 因为一个他们都是外地的 如果再回到他们的原地 去补这些证件的话 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对警方来说 这种盗窃车内财务的案件 案值一般都不大 再加上案发地那是个建材市场 来往的生意人很多 像这种案件每周都会发生 不过这一次黄女士的情况非常特殊 必须24小时把包找回来 这对警方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从我们考虑其外人这个心情 我们确实也能理解 那这个只要你去冤军做这个事情 那前一人不会说是只做这一次的 他说这个案件 他说咋都得破了 他说我们在这边 我尽量赶快破案 赶快给你把东西都找回来 警方兵分三路 最先抵达案发现场的一路民警 一边寻找监控视频 一边对现场群众进行走访 在现场寻找监控视频的民警 传来的也是让人失望的消息 常规的侦破手段 到这里都走进了死胡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警方内心有些焦急 就在警方苦苦寻找破案线索的时候 下午两点又有一个人到派出所报案 他的包也是放在车里 在机电市场被盗了 刚好我在叫机电市场里面 那个没电缆的叫他送了两盘电缆 我就下来帮忙给他帮了一下 他给我后备箱打开放到后备箱里面 我说不要放到这儿 我就又把这个车门打开 放到这里面 然后我们就把门关了 把门关了就聊了一会儿 聊了一会儿我就去那里面 两三分钟我就到前面副驾驶 把人打开一看 我放在副驾驶座位上 你看包没了 你们多少钱啊 里面有个三万多块钱 我就到那边去看门市虚眼 那其实我们人在这边 是看不见这边的情况 看不见 蒋先生是到附近另外一个建材城去进货 装有三万多货款的皮包 就放在副驾驶位上 他在车尾和人说话的功夫 包就被盗了 警方很自然联想到这两个案子 是否同一伙人所为 幸运的是 这一回警方成功调取了 蒋先生被盗的监控录像 但是后来通过说话人辨认 不是警察人 黄女士看后大失所望 偷他包的人和偷奖金剩的不是一伙人 办案人员的心又缠了下去 警方决定对近期未侦破的 几起盗窃车辆财务案件进行梳理 看能否找到内在联系 这是小黄被盗的一个星期前 一家停车场里的监控摄像 拍下的一个团伙盗窃的过程 这两个人也是现实人 因为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一旁 在学校目标 他们一般会对什么样的目标下手 还是找高档人员上车 看一看 不是那个网子照 好 现在要再照顾着看 人过来了 你们走到车边了 等会儿能看到这个车灯上 好了 这个车已经打开了 已经打开了 用什么方法打 这个门应该是翘的 翘开的 另外这天已经上车了 让车灯亮了 一下子照亮了 嗯 出来了 好了 进了个包出去了 嗯 走了 可能是吗 嗯 啊 黑色的一个电脑包 嗯 这起盗窃案发生在中秋之前的9月16日晚上7点多 事发地点是正规停车场 入口处由保安把守 即便这样 车内的电脑包还是被盗走了 而像这样随意停在马路边的车辆 夜深人静的时候 更容易发生不测 这是在凌晨4点发生的一起案件 嫌疑人开着白色脚车 目标就是对路边这辆黑色奥迪车下手 这个车应该是车里面被敲了 他们在干嘛 这个时候一个行人在 一个在周围放烧 啊 管他 一个在那是 敲车 敲车门啊 车门开了 先把车里边是放一些东西的 再找一下 那这个车里面被盗的主要是什么东西 嗯 高档烟酒 看到我会想要什么东西 没拿完 东西不是吗 黄女士仔细研究了这两段视频 他说里面的那些人和偷自己包的人都不像 警方由此推断 偷黄女士包的两个人 很可能近期才出现在未央区范围内 鉴于线索有限 警方决定从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入手来突破案件 当天下午三点半钟 从现场走访的民警那里 传来好消息 距离黄女士案发第十米远的一家店铺的老板娘 回忆起了一个重要细节 当时是另外一个人骑的摩托车 跟那个司机在聊天 对 你两人说说我跟西大烟似的 根据目击者以及黄女士对嫌疑人外形的描述 警方对嫌疑人有了初步判断 说法人当时讲这个嫌疑人 两个嫌疑人年龄可能死出来 所以从一桌上不是比较脏 这个面色 面色 比较黄辣 头发有点乱 瘦 所以我们从这个情况下 再加上我们处理这个案子 我们还是能够判断出来是嫌疑人 警方推断 作案的两个男子很可能是吸毒人员 警方调取了全市吸毒人员库中 年龄段相近的几百名男子照片 让黄女士一一进行辨认 黄女士因为受到惊吓 又因为药物作用精神一直比较恍惚 对着照片一直摇头 为了确保第二天黄女士能按时手术 另外一路警方调查户籍资料 何时后连开了五张相关证明 黄女士带着这些公安局的证明赶到医院 因为有了警方的证明 经过再三协调 医院答应第二天 也就是9月22号中午12点 可以先给黄女士进行手术取卵 这让黄女士松了一口气 反正说了很久 反正是把我们安排到最后一个区 有一个护士就说 你这东西反正你还是得补证件 就我们移植的时候 你没有身份证 没有转身证或者结婚证 他不会给你移的 尤其是我们这样 他们湖北亚开个证明 然后来到我们老家去 我们老家离成都还有两百多公里 然后我们从仙人连回去 所以说这来回 主要是精力花费太大了 医院同意可以在第二天 按时给做取卵手术 这让警方暂时松了口气 但是勘察工作仍在继续 但是毕竟当时所具备的 这个固案的条件不是很成熟 在线索有限的情况下 警方还是把重点放在吸毒人群排查上 吸毒人员就是多少他得手就行 但是他是经常干 然后他会再死案 黑夜转白昼 警方改变破案思路 到这个现场再走往一圈 两个消瘦的身影进入警方视线 面对嫌疑人 警方按兵不动 一线生机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警方分析 吸毒人员一般游手好闲 每天的毒资得上千元 这次他们偷了五千块钱 可能转眼就会花霉 很快还会继续作案 而案发现场周边有五个批发市场 这就成了警方重点不控的区域 警方加强了对这五个市场的监控 部署第二天的作战方案 被盗的当晚 黄女士回到家里努力平复情绪 祈祷第二天取卵手术能顺利进行 她不知道的是 第二天一大早 警方就开始排兵布局了 这次警方是便宜出行 三路警察开车在案发地附近巡查 上午九点多钟 两个人进入警方实现 当时很多四家车停在路边 而两个骑摩托车的男子 不停往路边的车窗里看 然后很凑小的是 当时这两个嫌疑人 从我们那个 当时开的那个车窗前面经过 因为两个人是抽大烟的 那个体貌特征特别明显 这两名男子 会是昨天盗窃小黄的嫌疑人吗 如果是的话 那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民警拿出手机 拍下了两个男子的视频 这个画面中 驾驶这个摩托车 就是嫌疑人之一 他又负责驾驶摩托车 你怎么就是把它 作为重点最强的 你看到体型 一看那个长得黑黑色色的 很像烟鸣 这个出现的 这个是他另外一个嫌疑人 这个穿了一个 北颜色的那个 内衬 然后是个黄色的那个夹克 土黄色夹克 就当时他们这个穿着 就跟头一天 涉害人作案 那个穿着十分相符 摩托车也基本上 跟双人描述差不多 是什么样的摩托车 就是这个 灰岩子的这个踏板 是个125型号的摩托车 现在这个闲人就负责 在这个周围寻找 这个可以盗窃的 这一辆是一个什么车 这是一个皮卡 皮卡就往往就是 就是停到这的这个 司机有可能到周围去进货 然后在进货的这个期间 如果是自己粗心 会把这个包 可能移留到这个车上 这样都给这些人 造成这个 造成的机会 考虑到这里 嫌疑人都很狡猾 必须人赃俱货 抓到现行 警方一直在身后跟踪 就你们在这的时候 就想看看 会不会对那个皮卡车下手 对对对 但他没有下手 没有下手 这一次 似乎两个男子 没有发现合适的目标 很快从警方眼前消失了 不过警方已经锁定 他们的活动范围 这时已经临近中午12点 医院那头 黄女士完成了取卵手术 在病床上休息 丈夫张先生 得知案子已经有了线索 警方拍摄到了 两名可疑男子视频 到拍摄所一看 这两个人好像有点像 因为听我媳妇在形容 我说这两个人好像有点像 下午一点 两名男子再次出现在监控区域内 为了抓到信心 警方秉息凝神跟踪 半个小时后 眼见他们两个 朝一辆停在路边的 银色沃尔沃车靠拢 紧接着 好戏在警方眼前上演了 男子驾驶摩托车 撞到了沃尔沃的车尾 同伙的男子 靠近车的另一侧 这时车里下来 一位穿白裙子的女司机 这和黄女士描述的一模一样 就是停车在路边 被一个人骗下车 然后同伙趁机行器 看来两个男子 又要顾忌重演 这一次 他们能得逞吗 就在骑摩托车的男子 和白衣女子交涉中 我们从画面上看到 白衣女子下车时 把粉色皮包背在身上 车里应该没有东西 因为无从下手 两个男子打算离开 周围埋伏的警察 扑了上去 两个嫌疑人共认 前一天 就是他们偷了黄女士的包 里面的钱当即买毒品了 剩下没用的证件 都丢到了一处废墟里 在城乡结合部 一处废弃的厕所里 警方发现散落在 污秽中的那些证件 这对黄女士夫妇来说 是人命关天 警方不顾污秽 捡回了证件 这时是下午两点钟 黄女士和张先生 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了 黄女士说 这次医院根据警方的证明 给他取了卵 但医院再三强调 三天后的配对 是必须审核证件的原件 也就是说 如果证件没找回来 错过了配对 试管婴儿手术也会终止 而下一次重做试管婴儿 需要等很长时间 一定要调养 因为每个月只能拍一个卵 你一次性拍了三四十个 那肯定的话 得休息 至少差不多隔三个月到半年 这势而复得的二十四小时 对黄女士和张先生意义非常 落网的两个人 杨某 马某都年近五十 两人是一起长大的邻居 先后染上毒瘾 其中杨某曾经因为盗窃 坐过十年牢 出来之后又重操就业 那盗窃 这个再盗窃 这个再盗窃 这开门了 他一碰 开门了 自己下来 都不干嘛 他说 你整天出院的话 你借人家钱也不是个办法 那我给你交个办法 咱俩一块去 偷点钱 马某说 建材批发市场 带现金来交易的人多 很多司机都舒服大意 好得手 他和杨某有分工 马某说 他们主要针对开车的女性 一个制造碰车事件 然后声东击西 另外一个 趁司机不注意 又没锁车的节骨眼 把车内财物倒走 之所以选择女司机 因为没有反抗能力 防范也差 第二天 开沃尔沃的女司机 防范意识强 他们没能得手 让人惊讶的是 黄女士被盗窃的地点 和第二天两个嫌疑人 被抓获的地点 不过距离一公里 他们为什么会 如此频繁作案呢 你们等于嫌疑人刚做完案 怎么第二天还敢去同样的地方呢 我们那时候想可能 因为过人的侥幸心 当时没有钱 人难受 我们这边的民警 民人性还是挺高 他们立即感觉到 一个案件 一发生 它肯定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 所以在第二天 嫌疑人又如法抛制的时候 现场抓获 犯罪嫌疑人 马某说 当时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那个包里 有那么多的重要证件 但是他急于想得到毒品 这一切 他都抛之脑后了 他把偷来的五千块钱 买了毒品 还了债 因为钱来的容易 所以第二天 他们还想顾忌重演 可这一回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第二天 他们就没有那么侥幸了 汽车不是保险箱 司机防范有门道 其他贵重的东西 随时走 随时戴在身上 经历失而复得的24小时 家庭梦想能否实现 生机情况好 就开始移植 一线生机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鉴于盗窃车内财务案件 高发的态势 西安市魏阳警方 在节假日前加强宣传 今年十一期间 发放了十万册 魏阳公安半米型的安全手册 其中就有司机防盗的漫画 警方一边提高群众的防范意识 一边加大对辖区内 五家批发市场巡逻的力度 就在记者和警方的 黄女士被盗地点回访过程中 警方随机发现了问题 有人吗 没人 打扰一下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车架提示 车会没关 没有没关上的话 会不会有闹窃啊 安全以外 我在这待着 我让给送个东西过来 你觉得这时候不关门没有问题 你记得还跟着停着呢 然后下次注意 透过这扇未关炎的车窗 我们看到里边一个皮包 赫然躺在座位上 你绝对不能把它当保险箱 其他贵重的东西 你随时走随时带在身上 而像这位女士 以为车门关上了 其实就在她关车门的瞬间 几米开外 车锁已经被解码器解开了 警方再三提醒 广大司机要加强防范意识 目前盗窃黄女士皮包的 两名嫌疑人马某杨某 已经被检察机关以盗窃罪批准逮捕 案件成功告破 找回了被盗的全部证件 黄女士和张先生的家庭计划 也能如期进行了 我们马上五六号就得去检查 身体情况好就开始移植 目前我们了解到 黄女士已经成功的进行了 胚胎移植的手术 也就是说 她们夫妻俩生儿育女的愿望 正在一步步的变成现实 我们祝她一切顺利 这一次警方在24小时之内 成功破案 找回了被盗的证件 保障了手术的顺利进行 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那么平时咱们开车的司机 提高警惕 加强防范 才是关键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进入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